各位觀眾大家好,處機入世 處機今天不方便出鏡,所以先弄一張靚仔照片 讓大家一起見面 今天的題目是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最近發生了太多事 我們錄播的時間都是在 5月22日 也看到伊朗有事 中東沙特也有事 東歐也有事 包括我們彎彎地區也有事 或者是全球每一個角落的熱點都有事發生 而且這些事情是非常非常不常見的 究竟為何一念天堂,一念地獄呢? 稍後跟大家說 節目開始時請大家訂閱 訂閱,處機興的頻道,處機漢世界和大博Sir的頻道 留言,點贊,分享,看廣告 記得按鈴鐺 有節目就會通知大家 感謝大家的支持 喂,處機興 這個題目 我想的 我們聊聊,大家都很認同 是呀 因為這幾天一直在街外 找不到適合做六個地方 我們就在語音正確的地方 那 大博Sir 今早跟我說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我說你想說哪家新聞 原來他說不是說新聞 是說世界的局勢 很詭異 我都聽了大博Sir 大概講了一下他的看法 我都很認同 現在的世界局勢 是相當之 令人難以摸頭 發生了很多 很離奇的事 特別是一些國家領導人 我們在新聞上看到公開訊息 好像都天衣無縫 空手又找到了 動機又有了 但是 每一次 失去性命的那些人 都是 威脅到 某國 某利益集團 是不是很詭異 很厚合得 令人難以自信 每一次都有一個 好像權威的解釋 講到合情合理 甚至乎 不合情合理 都變成合情合理 我覺得這個背後呢 是 會有 有一個 很大的奇局 我們現在再看世界局勢 或者看時局 看一切呢 要拋開過往那種 忠同間的 就是議員對立 不是石堅 就是黃飛鴻 那麼 這個議員對立 我們過去的 叫做中間的 正義的邪惡的 認識呢 似乎要從實際的 角度去考慮 現在 大學長說的 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不如我用我的方法 說就是 看看我們現在 中國的戰略定力 能夠 堅持到 還有能夠做到 多少 因為現在我們不斷地 被 被人去一種 極度的施壓 雖然他們口頭上 過來開 見親中國 來開會 來見面 都在嘴上說得 啊 我不接吼 我不會 什麼三不一無 說到現在五不一無 那些 什麼無意 令你 對你施壓 無意圍堵 那麼其實他做的事 全部都在做 即是他說的 你跟他 全部反過來 都在做的 在一個這樣的極限施壓裏面呢 我們看到一件事就說 某種勢力 或者某個國家 可能呢我認為呢 是以說某種勢力 好過某種國家 因為現在 我們看回 他們做的事 並不是對某一個國家利益 是好的 如果你說某一個國家為了生存 為了國民要做的幸福 他做一件事叫做國家利益 為了國家民族 為了他們自己的人民 福祉 我們能夠 預測到 我們能夠預測到 他想做什麼 哪怕是 骯髒的 哪怕是殖民主義的 但起碼我們有個譜 我知道他這樣做 是為了他國家的利益 所以我能夠判斷他下一步想做什麼 以及加上應對 但是現在我們面對一個 你會發覺有些國家 是利用國家機器公權力 是做一些傷害他自己國民的事 這樣就是那個 我們要用一個一念天堂一念地獄 那個生態大這件事情 不是這麼簡單的 如果簡單就是說 我為了我們國家 我對你中國 施壓那些關稅 我不給那些 你的電動車來 因為保護國家的貿易 但是現在很明顯 大家看到 根本 我們中國的電動車 輸去美國的那個量 一年四一萬五千台 是非常非常非常少的 佔過份額根本就不成立 還有中國的電動車 根本就沒有興趣進入你的市場 因為你老美變得太快 還有你是 每一樣國家安全 跟著就封你 其實很多的電動車 什麼問題都沒有 送入到 美國疫關 它就不送檢 不跟你做檢測 拖你 等你買了用不到 用到它可以說你 你的數據又可能有洩落國家安全 所以這樣中國的電動車 是沒有興趣進去美國的 但是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這樣做是不是幫到它國內的 電動車 能夠這個事業發展到呢 其實不是的 它說就說我保護我的工人 但是這句謊言 稍微用一些老的 都知道 完全不是這樣的事 因為美國電動車 推行不了 是它們那個電網 電網的體制 每一個電網是私營機構 它不是像中國南方電網 北方電網 是中國電網 是整個國家的 一盤棋去調動 整個大個電網系統的調動 它那邊一盤一盤 你一個網 我一個網 那當時那些充電裝 根本就 沒有人願意拉線 哪個電網 都要為了 為了環保 那些是為錢的嘛 它投資下去拉個電裝 它又重新要拉 拉線 尤其是美國很多地方 根本的 infrastructure 那些基本設施 它那些電力系統 很多地方是去不到的 是靠那些小地方 自己的震發電 那充電裝沒有的情況下 續航能力 走到哪裡 死到哪裡 電動車本身是一個先天性 在美國就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普及的東西 只可以大城市 有地方充電的地方 你去到偏遠的地方 根本就做不到 去到中南部 去到亞利桑那 那些周圍的沙漠 你哪裡充電 所以其實這件事 美國為什麼要這樣做 可能說它討好一些工人 就令到一些 汽車業工人買的選票 但是說 作為一個美國的政權 你是肩負著 你美國幾億人口的未來 就是地球全球的暖化 大家都看到 這個氣候變遷 還有很多些叫做先進國家 曾經都 個個拿著一件事出來說 包括美國的克里 是個特使 就是來中國 在關係最差的時候 都派了克里來中國 是談什麼呢 談全球聯發 希望中國 是支持 這個叫做全球聯發的計劃 去阻止地球環保險的事情 去做一些阻止污染 表現出來好像很積極的人類 但是現在它做的事情 包括歐洲 都是說 不給你的 盡量不給中國的新能源 去發展起來 而他們自己是做不到的 那到底 他們在想這個世界 是個天堂 是地獄呢 很多事情在乎他們怎麼想 現在怎麼想呢 就令我感覺一個 就不寒而律的 就是 似乎這個世界 是一個無人之首 是一個超越了 每一個國家政權 的勢力 這幫人的肉身 可能是擺在 歐洲 但是他的手 可能他的力量是全球的 可能唯一一個 未能夠控制到的地方 有兩個 一個是俄羅斯 俄羅斯以前也控制過的 現在控制不了 又是他們自己打手自己 打壞了一半棋 那另外一個就是中國 中國 中國 有沒有資本的 無形之首呢 絕對有 那麼我們都見到一個 都挺滑稽的 就是見到 我們的一個中國人 馬雲 要歸依猶太教 我們這個資本大佬 在哭場那裏 就行猶太教儀式 那令到我們覺得是摸不著頭 當然每一個人有一個宗教的 選擇啦 我們不可以說因為他 歸依猶太教 就認為他是猶太資本啦 但是很多這些東西就等於 剛剛發生的新聞 波音公司兩個 即將出來做證人 去講出波音公司的質量問題 那一個就 被自殺 一個就忽然間嚴重病 在醫院走了 那一個直升機 伊朗的總統 撞了 那大家的表態都很曖昧 還在查 當然啦 我覺得 第一時間說 是什麼問題呢 都是叫武斷和益測 因為連那個 那個 那個 自批現場 那個直升機 你都沒有做調查 你沒有 手指所有證據 沒有video 你沒有任何的證據 你說這件事是人為 還是意外 我覺得都是無奪 無論哪個流行都無奪 但是 最奇怪的呢 就是有些國家就立刻說 不是我做的 不是我做的 我覺得你這個 此地無雲三八兩 當然誰做不知道 是有些國家的領導人呢 就遭遇槍擊啦 那就走了 那看回歷史上面呢 其實都 這個世界 是不斷出現這樣的 很離奇的 只要你跟某一些 勢力 利益集團 你們抱著良知 或者你們去 用你們一個普世價值觀 去衡量 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 往往你就會 拜拜 是 莫名其妙 這樣就 但是 出現的時候 我覺得莫名其妙 拜拜 都不是最可怕 而可怕 竟然是 事隔這麼多年 都沒有人敢去揭穿 他的真相 包括很多 包括很多 我們認為是曾經很景仰的智者 都不會去踢爆這些事情 不會說出真相 而是我們作為一個普通人 我們覺得真是 為什麼會這麼多的口袋 這麼多的解釋不了的東西 我不是說 我陰謀論 你知道多少 你認為這樣就一定對嗎 我只不過說 他們說的論據 說的說法 是令到一個正常的人都不能夠 信服 他的解釋 就是很多 在這個邏輯都說不通的 但是 很多的智者 包括很多所謂第四權的 主流傳媒 沒有再去挖掘 沒有去深挖的故事後面 而是我們很明顯看到 根本是這麼說的解釋 我是很難接受到的事實 那我就覺得這個世界 真是一年天台 一年地獄 似乎是一個叫做 有兩股 一個魔鬼 一個天使 是在這裏 前逗著 就是道長摩蕭 還是摩長道蕭呢 那我就似乎覺得 我們作為一個中國人 都是一個 相信我們國家的人 我是覺得中國 一直是在這裏 建一個叫做 穩定世界的 一個 天職 因為我講了一句 人類命運共同體 我們是以世界的安全為基因 人類和平發展為紀人 講到人類我們佔的比例 我們的中華民族 可以講在全世界 如果大家有這麼多民族 我們是最大的比例 包括在海外的華人 還沒計入這14億 我們以王子孫來計 在這個世界是佔最多的 這個世界 而講人類命運共同體 我們不要講那麼大礙 起碼我們就為了我們自己的同胞 我們都希望這個世界 不要步向滅亡 但是似乎有一個勢力 不是國家 是一個勢力 是想操縱這個世界 要步入第三次世界大戰 而當中 現在看到在西方世界 似乎它能夠站出來抵抗 是有良知 或者是知道這件事 是有步向一個滅亡 而是很少有這樣的智者 能夠出來 講出來的真相 弟子這件事發生 很多就是叫做 裝傻不出聲 也都很多是為為否否 磨應這件事 還有一部分 為了個人利益 幫手去推動 就是那個馮德來欣之樓 岸田之樓 尹錫月之樓 還有那個小馬可思之樓 全部是在犧牲自己的國家福祉 甚至乎希望 幫手將這個世界 推向第三次世界大戰 導致秩序重新洗牌 甚至乎將全世界人民的財富重新去洗牌 重新這個財富分配 再將這些散落在人民的手中的感情 回流回到某一個家族 或者是利益團體 或者什麼會 或者總之就是一小部分人 肉身存在在歐洲 但是整個控制力就在全球 美國只不過是他們一個工具 我的看法是比較悲觀 還有充滿疑惑 我們從2019年已經開始說過 難為正邪 定分解 是的 我們當年做過片 我們做過片的嘛 什麼叫正 什麼叫邪 表面上 你看起來是正的 其實原來是邪的 經過這麼多年來 日久見人心 聽其言觀忌恨 我們國家就一直講的了 我個人的感覺就是國家現在下一個大棋 這大棋是由內至愛 很符合我們瑜伽的思想 李韻大和柏哥也和柱經亦都談過 很多節目裡面 因為柱經亦是智慧之時 所以叫柱經入世 大家知道這個名字就是這個原因而起的 有些人覺得真是很有意思的 絕對不是拆架 是一個內心的感受 我和柱經亦談過很多 其實我們中國共產黨 我了解到就是不忘初心 接下來就是為人民服務 所有的共產黨黨員都在做 希望令到我們全體人民可以進行到一個共同富裕的階段 跟著人類命運共同體 跟著人類命運共同體也有共同富裕 整個原則非常清晰 一個密落向前走 而且我們絕對不短時間 我們是看得很長期的 包括當年我就看到 伊朗和沙特真正建立外交關係 這個千年的宿願終於解決了 用不容易 當然是不容易 伊朗總統這次的墜機事件 令到我覺得非常詫異 這麼嚴重的事 但是反而討論的不多 大家有沒有發現 當然私底下有些大家的陰謀論都會出來 對於萊希這件事 大家應該都有很多不同的猜測 但是看到在最主要媒體上 都是把這件事很淡白處置 甚至伊朗自己本身在處理新聞上 都說是基檢故障的問題 這是伊朗官方的說法 伊朗為何會這樣說 原因只有一個 我不希望將這件事化大 剛才我跟處境說過一點 就是 伊朗昌叔跟我提過 他說 如果這件事 我要搞大 其實很簡單 我可以小事化大 不是你做的 我就說是你做 但是相反來說 我要適事寧人 我也可以是你做的 我偏偏說不是你做的 配合你的行徑 因為西方社會可能覺得伊朗這次一定會很激 尤其是你看到更多的國家領導人 或者一些國家裏面的重要人物 東歐啊 中東啊 都頻頻發生事故 又有襲擊又有成 再加上非洲 江國那邊 就捉了幾位美國籍的人士 非常顯眼 他們就跪地求搖 因為在推動暴動 為何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2019年 我看得很清楚 甚至有一些烏克蘭的人 或者西方人 在學生中進行總指揮的動作 去調動部署所有人應該怎樣做 當初也有一些書籍流傳出來 說我們應該怎樣去操作 怎樣運作 怎樣有規劃 哪個前進哪個後退 那這個呢 就是硬格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本手冊 對於推翻某些地區的政府 是非常有作用的 包括當初烏仔 亦遇到這樣的問題 亦可以看到 1989年我們國家發生的那件事 都是同樣的套路 由學生那裡開始演戲 天堂和地獄很簡單 我覺得 現在對於老美來說 它當然是自許我們是天使 對於很多世界 包括不同的國家 都會分裂成幾個不同的陣型 一些是幫我服務的 另一些是要擁略的 不聽話我就動手 這次整件事 我覺得對於西方來說 他們所做的事情 是對這個世界有決定性的影響 如果按照這個套路下去 沒有一個強大的國家 對他制衡 是非常之危險的 可以說是危機四伏 一分鐘讓他們自己覺得 他們應該會贏的 這些衝突 老美永遠都是 走在最後一步 就是我遲些才進局 等你前面打山打死 我才進局 其實現在是想玩這件事的 包括我們看到 當年 老美為什麼會在二戰上 遙遙領先 就是因為他儲蓄了一定的角力 現在正在紛紛搞搞震 因為他內部真的不掉 當時的大蕭條 令到全世界都基本上玩完 現在就是老美想玩這件事 包括新能源汽車 其實他要徵收中國100%新能源汽車的關稅 這不是一個重點 他是想歐盟跟進他 歐盟你要做 因為我做大的 我做了 你一定要跟 德國當然是反對 現在我們中歐商會 也提出一個反建議 就是 你現在汽車那裏 我們中國 中國可以對歐美地區 去增25%的關稅 這是世貿所允許的關稅數字 如果你歐美的汽車要離到中國 麻煩 我要加收你的關稅 這個就先下手為強 我覺得這個做法是非常正確的 現在是吹風而已 如果他真的動手 我們就做 大家經濟 就出現問題 所以 我個人的觀察點 就是 中國不是不做事 但中國 永遠去思考 怎樣才是最好的一步 我覺得 現在要做的 就是要警告某些勢力 你不要蠢蠢欲動 S先生也跟我說過 在背後 他都覺得 有一股勢力在 左右著 現在世界的運轉 但是 不要忘記 這一股大勢力 現在遇到一個 非常強患的對手 因為 有完整的 整個 戰略的框架 以及 現在不是單打獨鬥 很多人都說 包括 之前 布爾津司機 大棋局 都提出 千萬不要令到 中國 蘇聯 以及 伊朗 結合在一起 現在伊朗發生這件事 會不會 令到 這個局 散了呢 我相信 大家真的要思考這個問題 但很明確的 現在這一刻 暫時應該不會散 因為如果我們想當 現在老美 缺乏的是什麼 一場戰爭 而這場戰爭 是必須要達成的 對他們來說 否則 他們會出現很大的問題 我們經常都說 老美內部 有所謂的Deep State 暗藏著 掌握著整個美國 政治走向 這一群人 不簡單 但是 老美的財政問題 的確 令到 所有的人民 都在這裏受苦 你說 現在的狀況之下 會不會 令到 世界的局勢 越來越暖呢 拜登一直都隨後說的 之前有說 六不一無二 就是不尋求新冷戰 他不是尋求新冷戰 現在是熱戰 另一件事就是 不企圖改變中國的政治體制 不企圖 但是我實質進行 改變你的體制 還有第三筆是 不通過加強同盟關係 來對抗中國 現在是加強同盟 我剛剛做了一個 印太的經濟框架 其實都看到他 是不停地做的 口說和做的事 真的完全不同 不支持台獨 有說 支持了 我們看到布林肯說 所謂的台灣總統 台灣的總統 你說你是否支持台獨 絕對是 做了 趕就說沒有 不支持 實質物業在做 還有 不尋求 壓制中國的發展 壓制了 現在 新能源汽車 新三樣 很多東西要加徵關稅 連針頭也要加徵50%關稅 實在很厲害 看到他事無大事 什麼都在動手 但是中國都在動手 我剛剛看到資料 就是本來說 推動TikTok 要賣出去的那位 眾議員 被中國制裁了 哈哈哈哈 被中國制裁代表什麼 就是代表 你想找旋轉門 難上加難 因為我們看到蓬佩奧 也是被中國制裁的 結果 他本來想找 以百萬美子計的年薪 現在找了幾筆東西 為什麼 大家都不敢聘請他 我請你進來 用什麼連我家公司也被人制裁 所以 這些就是捉蟲了 誰是石堅 誰是黃飛鴻 大家自己想吧 石堅 在現實生活上高 是一位謙謙長者 黃飛鴻 有很多人不同的評語 喜愛和喜愛 其實兩個不同人生 這個我不辯評論 好 另外 就說 亦都不追求 跟中國的經濟脫歐 現在有沒有跟中國的經濟脫歐 當然有 你說這個Divisking 那什麼叫Divis呢 去風險化 其實 你現在就是脫歐 只不過是用的名字不同 這就是語言藝術 和無意與中國發生衝突 當然 你找其他人去跟中國發生衝突 用小馬克思 剛才 處境亦有說 還有賴蜜德 這隻蛙蛙 其實這就是我不會自己動手 但我推動前面的年輕人 和你動手 今次 這個彎彎的所謂宣言 或者演說 其實背後的策劃者 一定是你老味 你這樣的延遲 只是說 你現在支持賴蜜德 去做一些 他要做 而你又支持他 跟他說 你應該有計劃 這樣做 慢慢一步步 形成我們民族內部的矛盾 這個是最適合的 你說彎彎是否中華民族 大家都很清楚了 但是這一刻 我們當然要做 不要做地獄的使者 我們應該做和平的使者 這就是天堂 不要做很多老美覺得你應該要做的事 現在老美整個策略 我想請教主經兄 是真的在導大家 去一個地獄使者的方向 是不是這樣 刺激 當然 很多事情 我們看這個 看世界 不是很容易自己都會 如果不是一個很清晰的邏輯 很堅定一個 對的 真理的邏輯 是很容易偏向的 因為很多事情看上來都是 齒層層 簡單說 太太常說 老美是要推去這個世界 步入這個地獄 他做出來好像說 我們看到他做很多動作是 不讓賴清德跑得那麼前 你那幫獨獨 你想跑得那麼前 他會禁回你 但是他說 真是他希望 台海和平 保持一個張力 對美國是最有利呢 我以前都會這樣想的 我覺得 保持台灣台海一個張力 是對美國利益 長期來說 喜歡捏一下你 喜歡戳一下你 搞一下你 但是鬥而不破 不要讓你破 但是現在 看見美國 整體 整體的言行 似乎真的想打一場熱戰 是一個備戰才會這樣做 他現在那些 dividing coupling 也好 脫鉤 他現在做這麼多事情 會不會將中國 踢出Swift 很多人覺得 那就是他自己 拿來衰 全世界那麼多人用 你趕人用人民幣 但是我都說過 當如果有些人要 無底線 有些勢力 要完成一件事 反而這些都不是一個重要的考慮 但是我還是會自己的 非常高的 但是我真的做到 實際的 所以我做到 其實我會做到 如果我做到 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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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感覺它存在 而他們是不會擔心這個世界怎樣打法 我相信以他們的財力早就建成了一個叫做 防第三次世界大戰的避難所 這個雖然說出來很科幻 沒有證據 但是如果你說我有具備這樣的財力這樣的勢力 我一定會有一個很安全的地方 在我肉身去能夠寄存的地方 我相信以他們的智慧不會那麼蠢 等你打 現在是想打 有一幫勢力想你打 他現在為什麼盡量將那些中國的企業客 美資也好不要去中國投資 你都有很多中國 馬斯克那些來中國投資 但是那幫人說我提了你叫你不要去的 你要死不可以死嗎 當一天打起來他們這幫所謂的 喂我們是美資 我們是美國人來的 你國家不夠啊 對不起 國家利益 誰叫你去啊 叫了你不要去 說了不要去的你又去 你隨便說 你是不是共產黨來的 所以 我們想得那麼穩固 美國敢不敢打 美國不敢打 但是他上面那隻手 會不會要他打 你不敢打 製造這麼多伊朗 撩起你們啊 搞到你難看啊 你伊朗總統都被人堆了 你都只能說基檢故障 不敢不敢不敢去認 就是說你說是真實是怎樣 我不敢說 但是這麼快就說基檢故障 有哪一個空難 會在短短幾天可以出到一個判斷 說是什麼原因 沒有的 是一個很複雜的工程 只要是排除了 沒有 不是什麼 你不可以說確定是什麼 你可以排除了 有些證據證明是沒有出現過 譬如是陸像 跌下來的樣子 就不是遭受炮火打擊 沒有爆炸 你可以排除 但是你這麼快就決定 我就基檢故障了 這件事就是很難的 令人信服 這令人難信服的就很多了 莫斯科那件事 你猜莫斯科音樂院 浩荊大帝在KGP出身 可以讓他們入無人之境 打完之後走到近烏克蘭 確定這條路就去烏克蘭的了 這樣就可以抓人了 一抓抓十幾個 你之前不是有個天羅地摸嗎 那還有很多世界的東西 包括耳仔 霸製蝦仔 有什麼可能 全世界最高級 最厲害的兩個情報部門 收不到封的 有可能嗎 很多事情 解釋不了 是令你覺得 總是透著一些詭秘 扭不透 但是我們中國的戰略定力 是給我們信心 我有你療 你有你惡 你有你空 你有你狠 我有口中氣 我保住口中氣 有一個很大的陰謀論 我們 我們 COVID-19 19年那個場 有沒有發覺一件事呢 很多 外面的 世界上很多專家 都提出了一個 是人為 是某國 故意做 也有很多 令你解釋不了的事 比如說 白肺病 從這件事出來 就是那個 大家來得保 在老美的一個實驗室 現在暫時離奇地被關停了 很多 有些 老美的 參加軍人運動會 忽然間有幾個人急病 專機送走 很多事情解釋不了 但是我們中國 從來沒有 公開指責 做一個定論 這件事是 某國的所謂 為什麼呢 是不是怕了 可以這樣說 是 因為我們現在還未到 覺得這個世界 不應該這麼快走到這一步 大家想真些 如果我們 國家 有充分證據拿出來 是你做的 那你可以怎樣 你可以做到什麼 還有口同被咬 全世界他的盟友 騙報世界 全世界拿出來 你中國拿的證據出來 是蒼白武力 整班人 再反過來 這些就是你中國自己 你們 原來這些證據 就是你們自己做的 所以你想嫁禍給老美 結果會這樣 然後可能會 你如果說 你覺得 口氣噴不下 你可以怎樣 打熱戰 這個世界沒有了 所以中國的戰略定力 有些事情 我們知道你在說謊 你都知道 我知道你在說謊 又來了 要不需要踢爆的呢 正 這個說話非常正 我覺得是這個世界 講一個戰略定力 就是說我們現在 有很多事情 不是為了口氣 去踢爆你 或者 真理 是存在心裏面 是真理 是我們判斷這個世界 我們採取什麼行動 什麼行為 去應對 這個是真理 真理不是拿出來爭 這個世界 真理 咬不贏 沒有拳頭 就沒有真理 真理放在心裏面 中國 遇到越困難的時候 就越冷靜 在戰略上高的部署 是很清晰 因為 如果你遇到一些困難的時候 你越囊囊忙忙 不知所措 不知怎樣做 忘記了自己的初心 這件事 其實基本上 就可以跟大家說 是玩完了 而且 是完全沒有辦法 去解決問題的 當中國 面對著 現在這個世界的紛爭 最重要 就是知道 我自己想做什麼 走什麼 以中國的智庫 那麼多 以及看到 俄羅斯 在2022年發生了 那麼多事情之後 到現在 可以暫立起來 老美的目標是什麼 就是把戰場 設定在中國 以及 我要全部西方的國家 包括 G7的成員國 連 連 菲律賓 韓國 這些二三流的國家 全部 對付中國 所以 這次 在賴德德 那裡說 第一島鏈 第一島鏈 再提第一島鏈 這是很重要的 代表 他已經是 接受了 老美的指令 要對付我們國家 那既然是這樣 是不是我們要對他不客氣呢 我就覺得 不會的 還有 是不是 要防範 他們會進一步推動 新一次的世界大戰發生 我覺得最重要的 就是中國 根本就不想發動任何的戰爭 現在是避免戰爭 因為如果你在發動戰爭 我們之前 所有的科學 所有的發展 所有的技術 都會突然消失的 那 亦都 大家見到 之前就有傳聞 有很多我們國家的科學家 無緣無故都死於車禍 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奇怪呢 因為 車禍是一場意外 意外 就很容易去製造的 我跟A君說過 有套電影叫做意外 這次 亦都看到 對於老美來說 就完全不會放過中國 現在正在無所不用其極 你最不想發生的事 現在 我就越要做 你最覺得不可以碰觸的紅線 我就當然要碰觸你的紅線 你說是重中之重的 你說是你的內政的 那我當然要說 台灣問題 新疆問題 甚至是西藏問題 香港問題 你越不喜歡 我就越搞你 當我們遇上這些情況 我相信有很多國民 或者我們熟悉的朋友 都覺得 中國是否要站得硬一點 我自己個人 覺得是未必的 中國站得越硬 其實 對於我們中國人來說 就越危險 我想大家都經歷過 或者未經歷都看過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 日本侵華的時候 戰場在中國裏面 我們的人民是死傷枕殖的 而且今次 接下來的 老美 一定會將中國 形容為一個 破壞世界和平的 一個國家 讓大家可以群起而公之 因為老美現在的霸權 是受到極大的製造 他不是全球第一大消費國 第一大消費國就是我們中國 他也不是全球第一大生產國 第一大的生產國 絕對是我們中國 大家很清楚 我們也是第一大的貿易國 我們將很多的科技技術 各方面都輸出 在電力上高 剛才柱京都說了 對於美國來說 他的電力私有化 正正是他最大的短板 任何東西私有化 結果令到企業家 或者背後的一些金主 可以無所不用其的 這個就是目前 所面對世界上高的最大危機 安田文雄去馬來西亞 其實都是一樣 要說什麼 我去圍堵中國 有人說 美國會撤出第一島鏈 看起來很像嗎 當然不像 反而加強第一島鏈去圍堵中國 如果真的那麼容易撤出 他就不是老美 彎彎 我當初 我就覺得 對於老美來說 怎麼會放棄 一定會做的 你看現在所謂一些台灣藍營的人 都在說 老美一定會按住 賴德德 令到他 就不要激怒中國 但現在證明 事實並非如此 如果他不趁這個時候 激怒中國 等什麼時候 等到他再沉下去 你看到 現在中美之間的角力 是非常之嚴峻的 是沒有退路的 人民幣也好 買美債也好 包括黃金也好 整個股市也好 現在資金 是不是要選哪一站呢 是 大家都有曾經聽過 所謂一個計劃 叫做人類減免計劃 就是令到人口減少些 現在人口太多了 透過什麼來做呢 第一 就是COVID的問題 這是不是人造呢 傳聞是這樣 我們不是醫學 但這實在令到我們很奇怪 為什麼一隻病毒會突然變得這麼厲害呢 之前也有提出 我有疫苗的呢 這個很奇怪 那MRMA為什麼以前不通過 突然又有通過呢 我們看到後遺症 就不斷出來了 也證明了某一些藥劑 其實會令到你心機緊失 既然是這樣 為什麼當初不說呢 不說出來呢 現在研究出來了 代表什麼 代表很多事情 其實有某些人都知道 就是專門要被通過 現在全世界面對這個問題 不是難為政邪定分界 現在是更加進一步 就是我們作為中國人 是真的要一念天堂 一念地獄 不是要開戰 我們現在是不要開戰 讓他自己慢慢消亡 回復回經濟大蕭條的那個時代 但是僅限於北美洲的某兩個國家 這樣就可以了 是不是呢? 這個世界 你講彎彎到底 是不是他口中所說 叫你們 叫德德 不要亂講 這個是德德 這個是德德 哈哈哈哈 兩個不同啊 這個賴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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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你說美國 是否真的會在意 這個第一島鏈呢? 就是說 即使 無論 我們國家 祖國 用任何方式 統一台灣 最大利益者 是誰呢? 不是叫美國 都是說 背後那些 莫名 你是一個 找不到 此有若無的 資本 為什麼這樣說呢? 如果在戰略上 你說老美 為了一個戰略 一個 第一島鏈 有什麼島 他當然不想 不想你去 統一他 沒有持這個對峙 但是 資本 不是這樣想的 因為 只要你 統一了之後 那麼 台灣省 他的政權 是不是叫做淹沒了呢? 已經沒有了 中華民國 以中華民國 存在 全世界的資產 包括他們的 供的 私的 他們一句說話 已經 中華民國不復存在 這些資產 無主沽運 當年瑞士做過 當年美國也做過 那些 魷魚的錢 很多人都沒有了 還在他們的私人銀行 那條數在哪裡呢? 那如果 彎彎的外匯儲備 包括他的那些國民 他們在外國的存款 都可以跟你 煙燒雲散 因為你的政權不復存在 沒有了中華民國 你拿著你的身份證去 拿錢 你都不是 你都沒有了國家 他看都看你 統一了 統一了之後 那些外匯儲備 全部 難道他給你共產黨嗎? 絕對沒有了 所以很多人沒有考慮到 台灣也都會想 都會 所以為什麼這麼抗拒統一 統一了之後 我們所有的外國資產 隨時就因為你 一旦是戰死 一旦是打贏 但如果打輸了 那你就是求共了 求共之後呢 你就是共產黨了 那你那些資產就是中共了 做過的了 老美現在正在做的 西方國家全部正在做的了 沒有遮醜報的了 所以 你說某些勢力 是不是想你去統一呢? 我覺得會有的 那現在 整個大家都是一個 一個 一個對峙一些 好 好看到越來越像 就是 有人見過波吹到這麼久都不爆 就不停地想去捕爆那個波 然後 是做一些 叫匪而我所思的事情 大規模的軍事行動 他們未必夠力量去影響到 那一樣東西很奇怪的 老美的 國防部長 這麼多屆從來沒有猶豫人 都是昂殺人去 或者是黑人 總之就不是猶太人 這樣一個很奇怪的 那也可以這麼說 某些勢力未必能夠調動到 一個國家去開戰 但是他們可以找到一些 那些所謂 情報部門呢 大部分是由 魷魚來控制的 情報部門 那情報部門可以做什麼呢? 就是這些偷龜摸犬 搞暗殺這些東西 就是他們的拿手 這個世界是這樣 那個波在吹大 有某些利益團體 所以他們的幾個機器 也想把球打破 而我們現在的國家看得很清楚 我們盡量去 打強猶打強 他惡猶他惡 我自一口中氣足 我們就像九陽真經那樣 保住那個中氣 到我們的九陽真經 練成之後 還要學了什麼呢? 學了乾坤太來兒 你才能够发挥到九阳神功 现在我们正在练习九阳神功 未到乾坤大罗尼 我们还需要时间 但是一定会练习的 人家练习六十年 我们三个时间一定练习的 最重要是九阳神功 我们达到练习练通了 我看法是这样 大卫sir 是啊 没错 完全同意 但是如果我们一动手 除了弯弯内部那个爱会储备之外 台积电 所有的资产 其实台湾人都挺有钱的 有一批有钱人的 所有资产都放在老美那里了 那会不会被没收呢 这个绝对有机会的 还有当我们一动手 我们所有的企业 所有的资产 其实都会被冻结或被没收 耶伦已经说了 现在要动用俄罗斯被冻结的资产 他说最主要目的是用来援助乌克兰 不是为了选举 大家信不信呢 我就完全不信了 还有我们真的要小心行事 现在整个局势非常危险 老美一直在设计一些局 阴招去阴我们 那这个情况 我们稍后再和大家详细分析一下吧 厨经总结一下好吗 总结也是那句话 练好我们九阳神功 大家不要急着 不要说你现在练了九阳神功 你就可以上光明顶 大家都要知道 张无忌练完九阳神功都不是好打的 只是他练了乾坤大挪移之后 才能够出战的 所以不要急 也不要造成一些国家自由 我觉得自由分算 不需要我们急的 我们暑机入世也好 大卫帅也好 有哪个智者 是能够比我们国家的整个智囊团 我们国家一早很厉害 中国人是出了很多厉害人 不要觉得古代才有孔子 古代才有孟子 古代才有老子 我们一样当世的中国人 中国民族都会有智者 而智者我们未必知道 他们在做什么 在哪里 但我相信一定会在我们国家 最高决策层 是有智者在帮我们国家 定我们国策 不要急 我们在这儿分析 可以讲一些我们看到的东西 但是不要造成压力 说一定要这样 国家为什么不打 不统一他 为什么不开始 国家有分析 我们可以讲出我们的看法分析 大家去研判一下 对将来我们自己的 国人怎么部署 国人自己的生活 怎么安排 但是以国家层面 我相信留给国家是最好的安排 我们是可以大家谈一下 增长一下一些知识 或者去思考一下人生 但是不要被人利用了转化为一种针对国家 有些这样的 就是将来一些制造一些话题 令到人民转向针对国家 针对政府 我们要小心 那我们就讲这么多 大学sir 好啊 其实我们真的是定海神针 还有我们是全球稳定的一个最重要的基石 如果中国不稳定 对全世界都没有好处 冰空势危 以及战乱一定贫营 现在好彩 中国在各国出谋划策 提供很多想法和意见 希望令到世界处于一个和平的境界 令到全人类真的可以变成人类命运共同体 这个世界上就好像太极 有阴必有阳 阳中有阴,阴中有阳 不断流转 我觉得现在国家做的事情 真的跟主经的想法一样 我们只是一个动建 提出我们一点点的见解 当然 国家的国策 我们真的要关注 尤其是现在和俄罗斯 已经联成一线了 真实地 很确实地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我们和美国的关系 当然我们也是这么说 因为有很多资产在美国 美国也有很多资产在中国 但是 会不会大家是有计谈呢 我老实跟大家说 现在所有的谈 都是外交辞会 实际上 你知道我想做什么 我亦都知道你想做什么 既然大家都知道 大家彼此想做什么 那我们 就来的 明的 暗的 我们就各自行动 你打你的 我打我的 现在这就是整个世界局势了 好了 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为止 多谢柱基兄 记得订阅柱基兄的频道 和带他上的频道 拜拜 各位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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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